我小時候非常喜歡芭蕾舞 然後我甚至會覺得說 可能我長大有機會可以成為一個舞者 那後來我吃了意外造成雙手截指 我就想說你那個夢想永遠都不能實現 接觸到輪標舞運動的時候我就發現 身藏在心裡已經埋葬的那個夢想 從心裡再把它挖出來了 即使你人生已經挫敗到谷底了 就一定要相信自己可以有辦法可以完成夢想 謝謝你 我一個人沒辦法 就要撐館這樣又要搬了 其實還蠻累的 下午下就很喘 我是在九歲的時候 我在學校剛拿到全校的田徑冠軍 因為我從小非常非常的會跑 我就很高興的跑跑很快跑吧 然後經過鐵道的時候 我的裙子就被一截我車頭的車廂勾住了 被拖銜了一百多公斤 那時候我就看到我自己的腳 雙下肢全部粉碎 絕望 乾脆就把自己封閉起來不要理人 先測一下要走一下位吧 現在外面測一下那個影片 很多人都問我一個問題啊 就是說 你後來怎麼走出那十四年的 自閉的生活這樣 我說 因為那時候 生命中出現一個Mr.I 我是一見鍾情啊 你是不是 對 我也算是一見鍾情 這樣好像被我密破的感覺 OK 歡迎妳喔 好 謝謝 放輕鬆 開始 去規劃一些極限運動的 列表出來 明年 我給自己設定是 我要去衝浪 其實我不知道怎麼衝 可是我願意去嘗試 很多東西是 你自己困住了自己 並不是 周遭的東西困住了你 我甚至覺得 我就是無障礙 世界輪椅舞蹈大賽 我訓練了八個月 可能有一些旋轉動作 就可能從輪椅上飛出去 然後摔到地上去的次數不下百次 然後每天回來就是 全身都是傷 他一直去失敗 一直去嘗試 一直去失敗 一直去嘗試 其實我當中短期決賽 發生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就是 一個小指頭 卡到我 卡到我 卡到人家 一聲 整個嚴重的鼻子 提升 全部都回到上來 我說請你放心 你放心 滾 要不要放棄 要 你知道嗎 我考慮了一秒鐘 衝到就衝下去 然後我跟他要 我們不客氣 我們要全部一次衝進去 再繼續上場比賽 這樣的堅持 讓我拿到了 馬中英世界輪椅 我從那一刻 開始相信自己的時候 就發現 無所不能 我現在希望我就是當那個 站在那個轉彎處 在等你的那個人 告訴你 稍後再往前走一點 你的世界不是黑暗 你是鬼 nhilver cribe 迷糊 應該 字幕的屏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